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建议港府考虑 要求酒吧 餐厅和电影院等场所缩短营业时间或暂停营业 而港府甚至打算要求全港8600家 零有酒牌执照的餐厅 酒吧及会所暂停卖酒 当酒吧不能卖酒的时候 他是可以做其他事的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酒吧 很多都是领有食事牌 这个是十分之荒谬的说法 我作为一间酒吧我不卖酒 难道我去卖果汁 我们绝对不介意你全面将整个饮食业暂停营业14天 但是你要像英国那样做出一个赔偿 香港疫情持续加重 单日新增病例不断刷新记录 对此港府发布新的规定 29日起禁止四任以上的群组聚集 为者最高可罚港币2.5万元 监禁半年 同时包括健身房 游乐场所及电影院等六类娱乐场 也将暂时关闭 餐厅内只能招待不超过座位数50%的客人 每张餐桌之间必须保持1.5米的间隔 每张桌子不能坐超过四个人 自认控制得宜的港府在全球疫情严峻的时刻 输入型个案也突然升高 同时出现了社区感染的情形 防疫措施再升级 25日开始被香港居民及海外国家或地区不准入境 为期14天 由中国大陆澳门台湾入境的非香港居民也不准入境 如果是香港居民的配偶则用特案处理 香港机场则暂停转机服务 由台湾澳门入境的港人也必须居家检疫14天 而从19日开始入境香港的所有旅客 都会逐一要求佩戴监查手环 由落机去到戴手环 到过入境处大概我用了20分钟左右 其实我未知道它怎样配合apps来用的 那它就说可以浸水 始终我是去了一个都比较高危的地区回来 那这个都是我自己的责任去留在家里 令到社区少一些风险 而从欧洲英美等国抵港的民众 则会分送自行检测的样本试剂 必须在指定的时间交到指定诊所 网上出现不少疑似带着监察手环到处趴趴走的人 港府卫生署至今发出了400多封 违反检疫禁令的警告通知信 有24人还因此被转送到禁闭的检疫中心 主管单位也提供了热线电话供民众检举 执法部门通过电子监察系统突击检查 并扫接搜索 就怕大批从境外回来的港民一个疏漏 就让香港成为重灾区 这一批同事已经是很有毅力地抗争了两个多月 如果这个时候由于很少部分的人 是故意去违反我们的家居检疫令 是出去打球 吃吃车仔面 而导致社区爆发 我请问他们对不起这帮同事 请你们认真想一想 是不是不可以再忍来克制多一段时间 等香港有机会打赢这场仗 在家常境外检疫行动中 也发生了负责机场防疫的卫生署医生 没有外国出游史却被验出确诊 而其他同事也都出现病症 卫生署表示在装备上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要调查是否在用餐或洗手间时遭到感染 你好我是马仲仪医生 现在我们隔离病房的病床已经开始爆门 而在多些工作的同事工作量也都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希望大家云无必要 就不要出去有社交活动了 尤其是你本身有隔离令的人 千万不要出街 我是王尹康医生 一旦出现大型爆发 公立医院的医疗系统崩溃的机会就很大 所以我希望 除了我们的同事在医院里面继续努力之外 各位香港市民都可以和我们一起 好好地保护自己 保护其他香港人 这不仅是某一地的医护人员新生 也是全人类该做到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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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